奋力起身举起杠铃 台湾举重女神郭信纯 生涯第四度站上奥运舞台 但她赛前曾哽咽透露 从去年杭州亚运开始 就饱受腰伤所苦 备战奥运期间也影响到训练表现 给我这么多的期待 然后相对来说我也会 就是借由这样的方式来去辨测自己 就是希望不要让大家失望 主要就是防伤防病 30岁的郭信纯战机辉煌 防生涯南瓜各项重要举重赛事金牌 包括东京奥运举重女子59公斤级金牌 五届世界举重锦标赛金牌等 2017年创个人挺取最佳成绩142公斤 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 本届带商出征奥运不容易 举重教练刘佩颖就提到 举重是全身的运动 腰部和大腿必须同时承受重量 郭信纯光是要克服疼痛就非常艰辛 毕竟如果你有疼痛感或痴痛感的话 一定会影响运动表现 我必须得说两个都很影响 但是到现在的奥运等级的高度了 我相信他一定会全力以赴 郭信纯的大腿伤势是在2014年 仁川亚运前因为练习失误遭杠铃压伤 右大腿肌肉80%断裂 腰部伤虽然也持续存在 但近期痛感加剧造成训练负担 台东举重委员会总干事也透露 今年有请教练协助 帮助郭信纯调整发力方式 柳佩颖分析郭信纯神经传导能力非常强 宽推的爆发力也很出色 可能因为动作加上疲劳 造成他腰撕裂不舒服 但郭信纯的意志力 已经是所有台湾人心中的No.1 TVBS新闻里